记者朋友圈好像都刷到了 好像你在来的时候被送到了其他馆里 能给我们讲讲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吗 谢谢 其实就是当时训练安排了两台车 然后我是坐到后面那一班 因为第一班的时候人已经坐满了 不是坐满了 是站满了 就是站都站不下了 然后好吧 就等下一班车 然后等下一班车的时候 然后他就给我带到训练馆去了 然后完了之后在那边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联系队里的领队 然后安排车过来接我 然后不过运气还算不错 遇到了志愿者 然后他们有一个班车 然后后面才把我送过来的 然后就错过了里面的训练 相当于在外面活动一下 直接就开始比赛